那么极乐世界会不会很寂寞的 不会很热闹 阿弥陀佛每一天给你宣说妙法 你听了之后无量的欢喜 欢喜到什么程度 欢喜到睡觉忘掉了 吃饭忘掉了 真的不是假的 极乐世界没有吃饭的 也没有睡觉的 都忘掉了 你说多快乐 下面这还是真节里面的话 有阿弥陀佛一阵三种庄严 三段句前面讲的 佛菩萨佛陀 入一发句 无量寿谱 这个一发句是什么 一发句就是无量寿 就是这一句佛号 故筋体中标 无量寿得好 是发藏音笛 发藏是阿弥陀佛 在没有成佛之前出家的发明 叫发藏碧丘 他在没成佛的时候 他在没成佛的时候 修行 发愿 成就的古 就是极乐世界 就是极乐世界 古弟弟佛得了 极乐之一阵主办 一是环境 环境太好了 正宝是我们每个人自己 主是老师 伴是同学 所以极乐世界 没有政治组织 没有过往 也没有大臣 也没有总统 也没有什么官员 极乐世界的人很单纯 只有老师 可以学生 所以主要知道 这是学校 阿弥陀佛选择这个地方 那你办学 除了修学之外 没别的事干 那么极乐世界 会不会很寂寞的 不会很热闹 阿弥陀佛 每一天给你宣说妙法 你一听了之后 无量的欢喜 欢喜到什么程度 欢喜到睡觉忘掉了 吃饭忘掉了 真的 不是假的 极乐世界 没有人没有吃饭 也没有睡觉 都忘掉了 你说多快乐 又何宽 这经上告诉我们极乐世界人的生活 每一个人都神通广大 随时到四方世界去拜佛 去闻法 拜佛当然供养 用什么供养呢 用一些香花 珍宝 从哪里来呢 从手上变现出来 手上能处无量珍宝 供佛 供佛是修佛啊 在佛那边 文法是修会啊 佛会 双修啊 所以 在极乐世界 修行成佛 容易 太容易了 太快了 就是 你有能力 借出 祝佛如来 有这种能力 都是随着你念头 你愿意见摄放佛 摄放佛 立刻就能见到 为什么 你能够化身去 自己的身 在阿弥陀佛面前 如如不动 分身已经到摄放世界 任何一种佛的面前 都有你 你在那里修供养 你在那里听法 什么法门都听到 不止八万四千法门 我们真正要想修佛 再到极乐世界去 你不到极乐世界 你学佛文法 很辛苦 要用多少时间 长的时间 那么你在这个世界 生生世世 投胎 换骨 一次投胎 又要耽误 至少要耽误 十几二十年 看得看缘分 有的时候 一生遇不到佛法 一生都耽误 没闻到佛法 肯定造业 造业还得受报 你说麻不麻烦 今天日到这个月 你在晓得这个月 是多殊胜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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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